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現在進入到的是我們111年的 分科測驗數甲的考前衝刺的部分 那剩下沒有多少時間 大家要準備考前衝刺 都非常非常的緊張 那老師也是這邊 一樣繼續會持續的出影片 替各位同學加油打氣 希望各位同學在考試的時候 可以拿到非常非常好的成績 那這一次的分科測驗的數甲部分 跟以往的數甲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次的分科測驗呢 它是一到六冊幾乎全部都有考 當然老師那有沒有章節真的沒有考 有會有一兩個 我等一下我第一冊是沒有啦 那後面的冊有提到的話 我會再跟各位同學稍微再提一下 這樣的話你就考試的時候 這個部分就不用特別去準備了 OK好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章節叫做術語式 那術語式基本上 不管是99課綱還是108課綱 術語式都是第一個單元 那第一個單元 其他考題大概就那些 真的就大概就那些 哪些 OK譬如說像是絕對值得運算 像是算幾不等式 這個就是它所謂的大重點 其他部分我是真的覺得還好 那你有念過那個第一章的話 你應該有知道 術語式的部分有包含所謂的指數對數 那個拉到後面的指數對數 還是我們合在一起去講 我們這邊單純只有講 就是術語式的部分 OK好 那我們來做個題目來看看吧 來看一下這個連例不等式 這個連例不等式 BLABLABLA 形成的圖形的面積為何 一般各位同學碰到這種絕對值圖形 其實都不太會畫 那我們這邊給簡單做一個筆記 來各位同學 開始囉 要畫絕對值的話 我們要去畫所謂的絕對值函數 首先要知道幾件事情 兩件事情你注意就可以了 來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它一定是什麼圖 一定是折線圖 它一定是折線圖 它絕對是折線圖 老師那它是折線圖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知道它會有折的動作 很簡單 來 所謂的折點 折線圖就有所謂的折點 等一下我好像一直寫拆點 這是折點 折點是哪裡 折點是哪裡 折點很簡單 就是使 絕對值內 為0 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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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知道這兩個 我們就可以把圖形畫出來 好不好 好來 那所以如果面前我們開始畫圖喔 來第一個就是這一個 喵喵喵喵喵喵喵 這個叫做Y 我們先畫這個 Y等於這個叫做 折點 折點 的絕對值 好來 那所以我們要去畫圖形嘛 那怎麼畫呢 來看我囉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來這個叫做 XY 我們令絕對值內會等於0 我們知道當X等於2的時候 Y是0 沒錯 令絕對值內會等於0 X等於2的時候Y等於0 所以這個叫折點 這個叫折點 這個叫折點 來折點的話呢 我來幫你畫一下 我來幫你畫一下 來哪裡是折點 來在2的時候 你聽好囉 聽好囉 它在2的時候會有折點 在2的時候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這個折點叫做20 好那問題來了 它怎麼折 對 你左兩邊要幫它各找一點 來 譬如說我找3 3-2是1 我用綠色好了 這是3 3-2是1 好 我找1 1-2是-1 -1絕對值還是1 所以你這一點 20 來這一點叫31 好 那這一點叫11 搭配這一個20 你就可以畫出一條線 好 那你這邊也可以畫出一條線 沒錯 這個就是我的折線圖 這個就是我的折線圖 所以折線圖非常簡單 你折線圖 折點的地方 就是使得絕對值內為0的x 欸老師它會畫到一半再轉折回去 不會 因為一個絕對值就只有一個折點 兩個絕對值也只有兩個折點 好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都不要討論 我們直接用畫的會比較快 好嗎 來那我們再來一個 我們再來一個 我用小黃好了 來這個叫做y 我們要令等號成立 會等於4 然後呢 再扣掉x的絕對值 好 來我們要開始畫圖囉 我們要開始畫圖囉 來問你喔 令絕對值內會等於0 我們知道 哎呀在0的時候呢 會有折點 所以y會等於4 所以有一點叫做哪裡 叫做04 好 04在這裡 這一點叫04 ok 好那怎麼折 那怎麼折 來一樣喔 我們x用1來帶 對 4-1是3 x用-1來帶 好 -1還是3 所以來這裡是13 啊這裡是-13 好那是一樣 就這樣畫過來 會 會 好我們一樣 畫過來這邊 這邊畫的沒有比較準 會 好這裡畫過來 畫一點y 好來那我們這樣畫完的時候呢 這個也是一個折線圖 這個也是一個折線圖 好所以這樣的話呢 它這個區到底是什麼區 老師你剛剛講說 它所構成的圖形 因為它我們剛剛在畫的是等式 對不對 所以畫出來是折線 那我們現在為的是區域 好那它是什麼區域呢 它現在告訴你y 大於等於x-2 所以我知道我是在綠色的 y要坐標比它大喔 比這個還大 砰 砰 上半步 來我要比哪個小 我要比這個圖形 還有小嗎 下半步 所以它圖形值變哪一塊 啊是變這一塊 好 老師就變這一塊喔 來這一塊就很好懂 這一塊就很好懂 來這一塊我教你怎麼做 來這一塊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譬如說 你可以把它的焦點全部求出來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什麼 或者你可以使用到三角形的密集 來做相減的動作 好老師 什麼叫三角形面積 譬如說這一個三角形 擴掉哪一個 擴掉這一個 擴掉紅色這一個 然後再擴掉哪一個 然後再擴掉紅色這個 擴掉這兩個 所以一個大的擴掉兩個小的 其實它都是可以算的 懂嗎 其實它都是可以算的 看你覺得哪一種方法 你算起來比較OK 你就用那種算法來去算 OK 好吧 所以挑選一個你比較適合的方法 然後用這樣的方法 把題目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完成 它這個所要的答案囉 OK 好不好 來看你要挑哪一個 這邊我來挑挑看三角形的做法 好吧 我來挑挑看三角形的做法 來三角形的做法 到底怎麼做呢 來看好了 這邊 它是怎麼做 它是 它是 它是這一個圖形 跟X的時候交點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另外等於0 另外會等於0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X的絕對值會等於4 來很明顯的答案 X答案會等於正負2 來什麼叫做正負2 什麼叫做正負2 什麼叫做正負 正負4 對不起 什麼叫正負4 正負4的意思是 這邊有一個焦點 這個焦點叫做40 好那這邊有另外一個焦點 另外一個焦點叫負40 再搭配到了這個高 再搭配到了這個高 所以 大的 黃色的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這是大的喔 它會等於什麼 2分之1倍的底 4和負4 這個是8 再乘高 04嘛 所以這個是高嘛 再乘4 好 32除以2 16 OK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哪一個 欸老師啊 如果今天要討論的是左邊這個三角形 左邊這個三角形底邊是6 老師這個高我不知道 高是哪一個焦點 高是這一個 可以喔 這個你可以去做計算 我們這邊計算結果 這裡是-13 你可以取這兩條直線的焦點 我們算的結果是-13 或者是你直接把這兩個圖形 直接解連例 我覺得也是可以這樣算算看 我覺得也是可以這樣算算看 好不好 好吧 來那我們去解連例結果呢 這個叫-13 所以來左邊的這個三角形 好 左邊這個紅色三角形 這個叫做2分之1倍的底 這也是6 高是3 6318 18除以29 來 那右邊的這個三角形呢 右邊三角形呢 首先你這個是20 這個是40 所以這一段長度 這個叫2 那你這一點也要設法幫我求出來 好 這邊你也要設法幫我求出來 怎麼求 來這一點叫31 好我們也可以去自己解解看 我直接幫你解 這叫31 來所以31的話呢 它的高就是1 2分之1 來DDDDDDD是2 高是多少 高是1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是1 來所以你的所求 就原本是大的這塊三角形 扣掉左邊的三角形9 扣掉右邊的三角形是1 答案就是6 沒錯這個絕對值的部分 它利用到絕對值函數所為成的區域面積 各位同學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術語室的部分 來所以如果沒問題的話 不要走開 我們趕快進入到是下面的章節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強老師 來我們用最短的時間稍微講解一下 我們的分科測驗的部分 分科測驗其實我們分成兩個課程在販售 第一個是所謂的總複習 第二個是所謂的考前衝刺 那總複習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在二月多的時候已經開始販售 那現在課程即將在進入收尾的階段 它一樣內容都是1到6冊 那分科測驗數甲總複習 它是比較完整的課程 它的時長將近超過40個小時 我估計到最後結束大概會有45個小時 就大概就是你一個禮拜三個小時 大概15週的課程 OK 那考前衝刺呢 適合你在考前花個兩三次的時間 把它弄完大概10個小時的課程 一樣1到6冊我都有幫你找一些重點的題目來講解 適合你考前念不下書的時候看一看影片 找一些比較難的題目來去演練一下 來那它的價格也會非常不一樣 來分科測驗總複習的課程 廠商現在是定價11250 原價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我們頻道會有優惠4999 如果你是高額的同學我也蠻建議你去購買的 因為廠商有說這是一開始去開拍所以會給一個優惠 等到後來課程完整之後呢 它也會再去抬高價格 那你現在購買的話會有比較大的優惠囉 來那考前衝刺的部分一樣定價2750 我們分成三個方案給各位 第一個如果你是一般生 如果你是第一次購買 一樣我們折價999元 再送你一盒理想聯名口罩 它也是醫療用的口罩 讓你在考場的時候能夠更安全的去保護自己 不要考完稅或染疫囉 再來如果你是救生 所有的救生就是你之前有購買分科測驗總複習的同學 你之前有購買分科測驗總複習的同學 你在買這個課程的話那你再去購買 我一樣算你五折的價格 一樣499元 我再加送你一盒理想聯名的口罩 同樣都是送完為止 要的話就趕快去訂購 再來第三個就是我每一次都會做的部分 好每一次都會做 每一年碰到考前衝刺的時候 我都會去做這種贈送動作 只要你是第一收入戶 中第一收入戶 或是你是身心障礙的小朋友 麻煩你你一樣IG粉絲專頁私訊我 然後我會給你所謂的物流費 你只要付物流費 只要付寄送的費用 一樣整個課程就送給你 這個課程我就會送給你 好吧 那所以你是救生 你是第三種的學生 麻煩你IG粉絲專頁私訊我去拿連結喔 OK 讓我們一起來戰勝分科測驗吧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趕快進入到的是下面的課程囉 好 我們來進入到的是第二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就是所謂的直線語言 那這邊的直線語言有包含直線啊 有包含圓 然後有包含所謂的圓與直線的關係 好 如果你是舊科綱同學 這個部分他已經把線性規劃拿掉 那線性規劃是專屬於數以的部分 好那當然在這次數假裡面 就沒有再出現線性規劃囉 OK 那圓與直線關係到底它的重點在哪裡呢 麻煩你就是考這個圓與直線關係 那這個圓與直線關係 它不單單只是單純在於什麼相切啊 交於兩點啊或是不相交這個部分 也不是單純的只是在求切線 因為單純在求切線的方程式 這個其實考的部分真的已經逐年已經降低了 關鍵在於我給你直線給你一些點 你能否幫我求出圓的方程式這個也算喔 所以你在做題目的時候呢 只要看到這個題目只要有直線 比如說給你直線求圓的方程式 對不對 好那這個東西就很常考 這個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有些直線呢 它在後面章節會跟向量一起混合去使用 好那所以各位同學在碰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一下 那麼這個章節的重點還是在於 同時題目當中出現直線跟圓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去討論 這個才是這個章節的重點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吧 它都給你兩條直線 給你兩條直線 它說它的焦點叫做A點 從P點20對直線L1 L2做垂線 垂直為 垂直為BC 求過PABC的圓的方程式 你能不能夠搞懂它這個題目在講什麼東西 能不能夠搞懂這個題目在講什麼東西 來 我跟你講齁 這個題目大致上是在這樣說 它說給你一個焦點是A 那這個A也會過上面 那從P點它也在圓上 它過這一條直線L1跟L2會做垂線 那它的垂直為BC 求PABC的圓的方程式 它的概念是這樣子齁 來看好囉 我們這邊我們可以先想辦法 先把那個圓給畫出來 來假設這邊現在有一個圓 假設這邊現在有一個圓 OK 它上面有一點焦點叫做A點 譬如說這個是A點 這個是A點 對沒錯 那這邊還有一個點 這個A點是L1跟L2的焦點 這個是L1跟L2的焦點 所以來畫過來 OK 好那這裡給它畫過來 好譬如說這個叫做L1 這個叫做L2 好吧 來這個點 就是我們的B點 來往這邊做垂直 所以垂直應該要往這邊畫 好這個就是我的P點 好這是我的垂直 那同理可證這一邊拉過來 好這應該本身有一個垂直的動作 OK 這樣圖形畫畫畫看得懂 這樣圖形畫這樣看得懂 OK 那這個是C點 好所以它的圖形就是 你我其實覺得齁 在學科能力測驗包含分科測驗考試 都是一樣 拿到題目你腦袋裡面那個圖形 這個方程式嗎 來告訴我 來這個叫做A點 A點座標是誰 A點座標叫做L1跟L2 的焦點 這叫做X-Y 加2會等於0 這個叫做Ax-2Y 加5會等於0 來量式到齊 我們直接把它做一個相減的動作 相減的動作 Ax-Ax-Y Y減掉-2Y 那這是Y 2-5這裡是-3會等於0 所以各位同學 馬上得到Y等於多少 Y等於是3 來這樣 丟過來 這裡是-3加2-1 所以Ax會等於1 懂嗎 所以你的A點座標叫做131313 好不要給我亮晶晶 OK 來那P點是誰 P點是20 對不對 好所以A點13 P點20這一題 你結束 蛤 老師你結束了 沒有啦 這就這樣這樣子 沒有 這邊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去使用 這邊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去使用 因為你圖形只要能夠想出它是4點共圓 記住 4點共圓 而且這裡又是直角 這裡又是直角 所以換句話說 AP叫什麼近 直近 唯有直近 所對的圓周角才是直角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使用到直近遠的方式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使用到直近遠的方式 OK 那很多同學就說 蛤 老師啊我又不會直近遠 那怎麼辦 那沒關係 我當場教你直近遠 好不好 來那B點或者是C點 隨便隨便 B點或C點 它就是在圓上這樣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跑的點 所以B點跟C點它都可以視為圓上的動點 只是它剛好跟直線有焦點 所以我們就假設隨便給你一點 這一點叫做P點好了 欸不要P點啦 它ABCP 那珠點好了 珠點座標叫做XY 它會在圓上這樣啪啪啪啪啪啪 跑到B點 啪啪啪啪啪啪 跑到A點 啪啪啪啪啪啪 跑到C點 啪啪啪啪啪啪 跑到P點 啪啪啪啪啪 跑回珠點 那這個珠點會跑來跑去它的圓上的動點 動點我們可以找出動點的關係 這個動點等一下的關係一定是一個圓嘛 來所以各位同學你告訴我動點有什麼特色 有啦 P點只要在圓上 它跟 不是珠點只要在圓上 它跟A點這兩點所構成的向量 和珠點和P點這兩點所構成的向量 這兩個向量一定會有什麼動作 會有垂直動作 所以 來我們這邊直接解釋一下 來這個叫做 A珠向量 A珠不是AP 解錯 A珠向量 它會去垂直所謂的 來這裡叫做P珠向量 兩個向量垂直 內積倒側會等於0 這個叫做x-1 然後呢 這個叫做y-3 去倒側 這個叫做x-2 這個叫做y-0 相乘會等於0 應該講相乘內積會等於0 所以直接 爆開來 x分量乘積 這個叫做x-1 乘上x-2 再加上y分量乘積 這個叫y-3 這個叫做y-0 會等於0 沒錯 爆開就是你要的方程式 爆開就是你要方程式 你算出來的方程式 如果你本身自己有在算的話 我給你對一個答案 這個叫做x-3 的完全平方 然後呢 再加上 這也是y-2 來這裡是3 的完全平方 來這裡會等於多少 這裡會是5 沒錯 這個就是這一題 我們的答案 OK 但是你會發現 我用直徑圓很快 OK 我用直徑圓很快 所以直徑圓它就會有個口訣 叫做先減x 這個叫做先減x 然後再減y 我相信命題老師 他是看得懂你在寫什麼東西 好 因為直徑圓它是用向量 內積累零來算出來的 所以當然這個題目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過程其實蠻簡單的 對 難是難在哪裡 難在是你要把這圖形 然後再浮 現出來 懂嗎 你從那邊想不出來 我跟你講這一題就當場報銷 這就是你蠻可惜的地方 其實很多時候包含這個東西 好像直線語言 幾何的部分 比如說三角測量 你想不到圖形 對不對 那比如說像是二次曲線 你也想不到圖形 你想不到圖形 你沒有辦法把那個圖形 大致上的勾勒出來 你怎麼去找它的重點 所以其實 各位在處理這個章節的時候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包含後面一些幾何章節 你要注意 你在做它練習題的時候 題目放到那邊的時候 腦袋裡面去想一下 它的圖形長什麼樣子 然後大概畫一下 好大概畫一下 不用畫很精準 大概畫一下 那畫完的時候 跟你實際上解答的圖形 對對看 看兩個圖形有沒有一樣 如果沒有一樣 麻煩你把解答圖形背起來 把解答圖形背起來 蛤?老師把解答圖形背起來 對 你把它背起來 讓圖形深刻在你的腦海裡面 我跟你講 考試再怎麼圖 圖形就是那些 懂嗎 它只是換個方式 會講給你聽而已 OK 那希望各位同學 這樣子的訓練 對你在考場的時候 會很有很有幫助 因為你試意圖 你就把它大概樣子畫出來 其實這個題目 就應該可以解得出來 OK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趕快進入到的是 下面的單元囉 好 我們進入到的是 第一側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叫做多項式函數 那多項式函數呢 在高一的時候呢 其實讓各位同學 真的都蠻頭痛的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哪些重點 基本上來講 就那幾個大重點 第一個叫做 於式定理 就是因式定理 每一次在做這種 多項式的式子的運算當中 處法的因式定理 真的蠻重要的 再來第二個 就是所謂的二次函數 有的人問 老師三次函數不考嗎 不是不考 是因為三次函數 在高一的時候 因為你沒學過微積分 所以教得非常簡單 懂嗎 那拉到了微積分之後 它就很多變化性的提醒 所以這一邊的三次函數的 什麼局部特徵啊 還有廣域特徵 這個我建議就直接跳過去 不用看 拉到微積分來一起看 因為那些方法 都可以用微積分的方法 來做解決 再來第三個 叫多項式不等式 多項式不等式的部分 請注意到高次不等式 二次不等式 其實考的機會真的蠻低的 一次不等式更不用說 那個幾乎都不會考嘛 對不對 高次不等式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OK 來這邊有一個東西呢 是在分割成員裡面 確定不會考的 就叫做多做標圖形的對稱性 那很多人來問 老師要什麼是做標圖形的對稱性 意思是有看到對稱 我就不會考嗎 不是這個意思 基本上來講 就我在看大同心公佈的資料裡面 G偶函數這個部分就比較不會出現 我們知道 G函數對稱原點 偶函數對稱Y軸 這個事情就比較不會出現 這個事情就比較不會出現 或者是 你常常會看到說 我給你一個函數 叫做Y等於F OK 然後今天呢 它會滿足這個東西 它會滿足這個東西 F F of 3加T 會等於F of-1-T OK喔 這種提醒它也比較不會出現 因為它有欠到 坐標函數圖形 坐標圖形的對稱性 它這個就 這個式子就比較不會出現在 考題裡面 OK 所以這個東西就稍微 注意一下下 這個東西你就不要一直 在那邊打轉 趕快跳過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吧 它說假設二次函數截 AX軸的線段長 叫做AB長為6 而且頂點的Y坐標 叫-4 求拋物線被Y等於6 所結的線段長 會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呢 各位同學 一樣 坐標化這件事情 在高中數學 它真的是相當的重要 對啊 你沒有那種 你沒有那種坐標化的概念 你怎樣去解題 你有沒有想過 你沒有坐標化的概念 你怎樣去解題 好 來 那我們假設給你一個二次函數 二次 我又不知道開口朝上 還是開口朝下 有啊 它已經告訴你啊 頂點的Y坐標是-4 對不對 這個頂點的Y坐標是-4 什麼意思 頂點的Y坐標在X軸下方 所以它一定是開口朝 上嘛 所以你突然要有一個概念嘛 好不好 來 所以這樣 這樣子 OK 那這一點呢 我們一樣 因為它說它結的線段長度叫6 所以我們自己假設 A點這個我們叫00 OK 好 線段長6 那這個B點我們叫做60 我們去把大概的樣子寫出來 我們去把它大概的樣子寫出來 好不好 那這樣子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拋物線 我應該是求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會有一條軸 叫做對稱軸 它會有一條軸叫做對稱軸 這裡是0 這裡是6 加起來多少 3 所以這條線叫做X等於3 然後呢 它的Y坐標等於多少 -4 那頂點坐標不就是3-4嗎 對啊 所以這個拋物線是不是馬上就可以算出來 你看 有圖形的概念 這種題目多簡單 所以來你令 Y會等於A倍的這個叫做Ax-3的完全平方 然後再-4 過一點搞定 來過哪一點 過A點這個叫00 所以Y坐標用0代 Ax坐標還是0 0-3多少 -3 -3平方9 等於9A-4 來 所以我的A 它就會等於9分之4囉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拋物線 我們大概假設它圖形會長這樣子 因為我們自己去假設坐標嘛 所以 Y 會等於9分之4倍的 這個叫做X扣掉3的完全平方再-4 它現在告訴你 請你告訴我 Y等於6 跟它所結的線段長 它會是一條水平線 那Y等於6在哪邊 Y等於6是在這邊 我隨便畫好 在這邊 這條 Y等於6 對不對 你要求它結的線段長 你是要求什麼 對 是要求它的交點坐標 好 來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給它解個連例吧 解個連例吧 所以這個時候Y等於6 好 兩者同時到齊 直接開始解連例 好 我們知道這個傢伙會等於6 所以把-4丟過來 叫做9分之4倍的 來這個叫做X-3的完全平方 會等於多少 把-4丟過來嗎 這裡是不是10 對不對 來簡單來講 這個叫做X-3的完全平方 9拉怪乘叫90 4拉怪除叫做4分之90 好來所以這個時候X-3 它就會等於正負 開根號開根號 根號的 來這裡是2分之3 根號10 好來所以X的答案 就會等於3加減2分之3 根號10 好來這個東西你去看一下 大概知道它的長相 好2分之3加減根號10 所以來 不是是3加減2分之3根號10 講錯 所以這裡是不是2分之3根號10 你看嘛我這裡是3嘛 往這邊加一點點 往這邊減一點點 好那所以 因為它也是一個對稱的概念啊 對啊 所以你的所求答案是不是3 根號10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它就會是長成這個樣子 好讓各位同學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二次按數 它的提醒大概是怎麼 假設一定讓它跟 它不會單一考 它可能會跟直線一起考 懂嗎 所以這個東西要稍微特別注意一下 以上就是我們的分科測驗 低測的考前衝刺內容 OK那希望各位同學呢 針對這個課程呢 能獲到一些不一樣的知識 那一樣下方有我們的賣場連結 有我們的分科測驗的考前衝刺課程 這個課程我非常推薦給各位 如果你念到最後 你想要做一些更進階的題目 這個裡面的題目量 一定絕對夠你去看的 OK 在考試前可能一天看個五六題啊 一天看五六題把它弄懂 希望考試的時候對你都有幫助喔 OK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課程到這邊結束喔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想買我的新上課程 想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喔 我是李翔 有問題我們來討論吧 掰掰